连尿布 屁股都有 丢头手脚红疹让人看得心疼 肠病毒手口足症状 出现在儿生疼在良心 还有妈妈怀着第二胎 但是老大感染了肠病毒 爸爸赶紧带着就医 助愿治疗避免孕妇感染 爸爸带着小朋友来 警觉性的看到有水泡的状况 小朋友身上也一直没有扣水 吃不下东西的状况 后来我们检查起来就是肠病毒的感染 因为妈妈也刚好正在怀孕当中 所以我们也希望 把妈妈跟小朋友稍微做一个隔离 今年肠病毒提早进入流行高峰 疾管署公布 上周就诊人数达13900多人次 是十年来同期最高 也因此施打疫苗的人数大幅增加 肠病毒疫苗一剂4300元 打了第一剂之后 隔两个月要再打第二剂 如果是两岁以下幼童 一年之后追加第三剂 保护期持续到六岁 这星期台中是因为肠病毒停课的 幼儿园有17班 还有五家脱婴中心 双新家庭家长都在上班 最怕孩子停课要有人照顾 医师说常有家长带孩子就诊 树谷说要崩溃了 最近因为发烧就诊的幼童 有一半是肠病毒 医师提醒六岁以下幼儿在家隔离 要特别观察 有没有出现重症前兆 也就是试睡活力不佳 食欲不好 肌抽药 呕吐 呼吸急促 心跳加快等症状 这是重症的前兆 要尽快送医治疗 TBS新闻陈书贤 吴淑平台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